容易入睡 然後筋膜那個痠痛的情形也大幅度的改善 那大家手上這本書 其實還是要真的看到作者示範過以後 回去再看書才會更有感覺 那我就直接就開始 我跟林院長的淵源應該是 算我是很幸運 那我剛好想去學跟針灸有關係的東西 那剛好我就有幸跟他同學 他在這個埔里牙醫界這邊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因為在一個他看事情有些獨到的地方 那加上他自己很有創新的這個精神 所以他等一下大家聽他講就知道了 真的造福了非常多非常多的這部分所謂的疑難雜症的患者 所以他是牙醫喔 他發明的東西卻可以改善很多人的肌膜痛跟這個睡眠障礙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林院長 謝謝 各位午安 本來現在應該休息的時間喔 不好意思 讓大家來這邊 聽我分享一些經驗啦 可以嗎 可以嗎 沒事吧 沒事吧 OK 那 先調一下然後 如果說 當然我們醫學上如果比較嚴謹的態度 必須要有一些實證醫學的 的研究出來 那因為這個方法是我 無意中發明的 目前在全世界是沒有人用這樣的方法 我們找了很久都沒有人用類似的方法 因為我們也很少 很想要找其他的研究團隊來一起看這一塊的領域這樣 但是很可惜目前是沒有找到 那至於實證醫學方面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些有關睡眠的研究 在跟光田醫院的睡眠的主任一起做 正在進行當中 可是可能時間也要一兩年的時間 才會比較完整 沒有聲音 好 沒關係 那 我們 因為既然他是一個 一個比較新的學問 所以當然必須要先有效果 我們再去做認真做研究 不然要是效果成功率不高的話 那 也沒什麼意義 那我今天會有一些 病人使用前後的心得 那我們的時間 我們研發這個時間 大概有 四年左右的時間 那 患者 目前是一千多位 接近兩千位 然後在 比較特殊的案例 我們會錄影 然後患者會去 去說他 使用前 使用後的狀態 怎樣 跟一百二的狀態 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子 那所以 等一下會看到一些影片 我們都有剪接過 就是說 比較 比較 那個 精準的說法 然後 然後 我也會講一些 我們平常 該注意的一些事情 日常生活 其實 我用的 因為這個現象是先出現 我先講他怎麼出來 好了 就是有一天 我的助理 他跟我講說 他的先生 磨牙很嚴重 那 當然 我們牙科的方法就是做一個 很簡單做一個軟電 讓他帶著 晚上睡覺 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時候 磨牙都沒有聲音了 那我就問他說 就是磨牙的聲音還在嗎 他說不在了 可是他補了一句話 他說 打憨的聲音 打呼的聲音變小 那那個時候 我對睡眠一點概念都沒有 我們牙科一般沒有接受這方面的訓練 那我就 我就 打呼 我就自己在那邊想 我就自己在那邊想 然後 在那邊想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打呼是不是我們呼吸的力道大 呼吸的力道大 各位有聽過柴中有一個故事嗎 六組會人 他 他 就從列人隊出來的時候 他看到我兩個出家人 在那邊為了勃起在那邊飄 在那邊吵架 吵什麼 我們看到國旗飄到底是 國旗在動 那個旗子在動 還是我們的心在動 還是風在動 他們是在吵 旗子在動 是旗子動還是風動 結果 六組會人說 不都錯了 是我們的心在動 OK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我們打呼聲音那麼大 是不是很像我們的 呼吸道的軟組織 像國旗一樣 像那旗子一樣 在那邊飄動的時候 那到底是 是怎樣讓那個聲音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探討的是什麼事情 尤其是所有的睡眠 這種呼吸中止症 它前面一定伴隨著打呼的現象 那一般我們 我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很簡單嘛 從嘴巴裡面把那個 讓我們風 讓我們的那個 呼吸的氣流降低 讓它不要造成 口腔 上呼吸道的這些軟組織 的震動 應該就好了吧 我那時候只是簡單這麼想 那因為打呼的大部分都從嘴巴嘛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牙套 從嘴巴擋住 我想要期待它空氣不要從嘴巴進出 我只是這麼想 就這麼簡單 結果一帶上去 開始出現一些 我沒辦法解釋的現象 比如說 除了睡眠變好以外 這個當然是很多人 我們一開始 一百多個都是在做實驗的 那除了睡眠變好以外 有很多奇怪的現象出現 我沒想過的 比如說足底筋膜炎變好 那種十幾年的足底筋膜炎變好 然後更誇張的是 有一個老患者 他是長期的鼻子過敏 那我們牙科怎麼會對鼻子過敏有認知 一點認知都沒有 老實講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鼻子過敏嘛 我就想說 戴個牙套 改變無息的模式看看 那我就做了一個給他戴 那他的鼻子過敏的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他每天都一定要吃藥才睡得著 已經吃了十幾年了 那在最後面五年 甚至每天都要分解分解 這樣當然是 就已經算是很嚴重的case了 那我就讓他戴 因為他很嚴重 我就叫他戴著看電視 沒想到他戴著看電視 看看看看進來睡著 睡著 隔天起來 鼻子是通的 所以他馬上到診所找我說 說他的鼻子通了 怎樣怎樣怎樣 我聽得真的是嚇一大跳 因為我根本沒辦法解釋這件事情 我沒辦法解釋這件事情 OK 好 那我們現在換這邊好了 我們就大概看一下 所以這個牙套的過程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很認真研究 很認真研究 因為我真的搞不清楚他是怎麼回事 不過我知道他很重要 他很重要 因為他解釋很多 我們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好 當然就是我們從 從嘴巴裡面看到的一些事情 看到什麼事情呢 這個牙套讓我們看到什麼事情 可能有點小不好意思 我大概講一下 這是我們病人 一進來我們 問診的 問診的內容 那一開始當然是打呼 順連呼吸中止 那這邊有的睡得好不好啦 好不好入睡啦 能不容易 就是會不會多夢 或是早上起來精神怎樣 一般是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問他鼻塞的問題 打噴嚏的問題 就是鼻子過敏的問題 甚至黑眼圈 那再來會問他鼻子 那皮膚很不容易 就是像蕁麻疹啊 容易過敏之類的症狀 那我們會問他一些呼吸道的問題 比如說容易口乾啊 喉嚨痛 容易感冒 甚至容易就是容易咳痰 呼吸道容易有分泌物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 一些暢胃道的問題 比如說容易髒氣啊 打嗝啊 或是胃食道膩油這一塊 還有就是一些 有沒有胸悶呼吸困難 好 甚至頭痛頭暈耳鳴 好 我耳鳴真的是比較難注意啊 好 耳鳴是這裡面症狀 我覺得算很棘手的 那還有 容易緊張 甚至憂鬱症的 好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憂鬱症的 那個case 給大家分享 那還有心臟血管的問題 心跳啊 血壓的問題 這個我們大概都會問一下 那還有就是剛才蘇醫師講的 筋膜的問題 那筋膜問題 就肌肌膜症候群 就比較屬於我們 平常就容易痠痛啊 找不出原因那種 老是痠痛 只能看靠去按摩啊 什麼的 或是透過復健科的治療 那種很難解決的 或是 逆額關節的問題 我們大概的詢問的內容是這樣 那 這些不是我從課本上 抄下來的 或是怎樣 這些是我的 臨床經驗 也就是說 患者 他戴了牙套之後 回饋給我們的 老實講 我們一開始不 focus 在打顧這件事情 只是他後面 按水很多好轉的東西 有的是頭髮變多 什麼頭髮變多 當然每個人反應都不一樣 所以我 我沒辦法去預測 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 只要使用這 這套牙套 跟使用一些觀念的話 他的身體都會 往正向的方面發展 變好就對了 聲音有點小 他是 我們大概看一下這個 他是因為 睡眠不好來的 可是他有 病房有多憂鬱症啊什麼 我們來大概看一下 聲音可以 如果聲音不夠大 可能就麻煩大家 大家看一下 他那個 他用了 憂鬱症的要大概 一年 好 那他是住在嘉義 他住在嘉義 那他是一些 網股票的人 他的收穫 那個收穫是靠近股票 他自己也是股障 就是長期累積他的壓力 晚上睡眠的狀況就不好 那大概在一年前 他爆發 他的一個低潮 情緒上的低潮 他來的時候 的確精神狀態很差 要吃了一年 要吃了一年 你吃了一整年 要看待你 慢慢 反正我 剪到一年 我就發現 應該是會 會有呼吸 很難 那我那時候 你吃了一年 你吃了一年 沒有錯 還是直接在 老實講 我整個醫療的老師 是我的患者 因為很多 不是我牙科可以知道的 不是我牙科可以知道的 好 對 我們的患者 有一個很棒的菜鮮 跟他在上面 有一個很棒的菜鮮 跟他在上面 有一個很棒的菜鮮 跟他在上面 做壓倒 他來 那一次 他跟我說 其實這是他第二次錄 他第一次錄 為什麼 第一次就來錄 他 他來做牙套 我會教他一個呼吸方法 他那個呼吸方法 我教他完之後 他回去三天之後 再從家以來 帶他跟他來做牙套 我說 那你又還沒開始 帶你怎麼 再過來 他說他 練跟他講的呼吸方式 還有筋膜訓練的方式之後 大概 憂鬱的感覺 跑了快一半 他真的很壓力 也就因為這樣子 他覺得這個履歷有可能 對他真的很有幫助 所以他就帶他太太過來 這樣子 那個要 他 他 他這邊 一開始是講憂鬱 那後來他有一些身體的反應 大概 大家看一下 就發現 開始會 會有呼吸中止這樣 我那時候很緊張 你呼吸中止的感覺 就是這樣 就是我嗎 還是你自己就這樣 我自己睡到裡面 就這樣 然後我自己就 可能一個晚上 就兩三次 會 會有那種精神 然後精神 就 久了久了 其實就是 你呼吸中 你自己自己有時候會知道 就是 沒有呼吸就醒過來 本來就短掉了 那你長期 這樣就會變成 有些恐慌症 就這樣 侵入性 會有 那後來這樣 在呼吸中 然後想說 這個是 是 是 不是 你覺得很好 那慢慢的 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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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 五歲 大概大一點 不到三個月 進步了很多 而且 講過那一點 是回到大概二十歲 然後 八歲 健康的樣子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 在回來錄影那一次 是說 應該那時候連牙痛到 還沒開始打 對 你忙是練呼吸 現在身體內有什麼改變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釘 釘 鴨尖 然後那時候的改變 就是 晚上只要用一封嘴 就不會打 就 用 臨嘴 這樣不會打呼以後 我的精神就變得很好 對 那我自己就確認 好 我猜猜也會有 當中的習慣 那我就 我有一點把我猜猜做而已 好 因為我真的 在牙巴猶娜本身 有個 把它照乾掉症 所以他的指數 那個發言指數 他人說 下了10% 對 已經好幾年 都叫不下來了 就是 有一陣同志 訓練入息 他就有心情 叫他 對 晚上三五 沒有 沒有 無法教育 才能說 白天精神就變了 對 白天精神 那你還有其他的症候 我感到沒有要 就是 兇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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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活了 就會 就會心思王 是兇曼 然後 就很 會有一種 嚇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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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帶來 牙套到現在 我都 以前還會打分梯 喔 我們都會 如果 只要戴著 四號牙套 大概三月 戴到四號牙套 我發現 我自己的指甲 就變 很易 喔 然後 我們這個 我們都比較好 我自己 會去觀察 然後我 比較不會怕而已 那你就很快樂 對 你很快樂 有心靜 他再會有 這個 兩例子 喔 我覺得 我有跟他分享一下 你說的關鍵 前生會有個喜樂 應該是怎麼講 那你這樣 其實真的很高興 所以 我覺得說 我要告訴大家 說 這個產品真的 對我來講 當然我希望 你也對大家 可以用 所以 大家 可以持之以來 來使用這個產品 對 我雖然 我以前 釣馬 釣得很嚴重 但之前釣不釣 我們這個 其實有很多人說 頭髮變多 甚至有 那種頭髮 它比較 它不是變 它不是 它還沒有變白 它就變 橫色或是比較沒有光色 這樣 後來變很亮 這個 這個的確是有 這個的確 那你之前有講到 你的那種 性調比較異常 現在性調比較異常 對我平常 以前 有 有壓力 或是緊張 有沒有 心跳就 就會異常 有時候快 有時候 有時候會 沒力 他現在真的 會很正常 那你還有講到 主體肌膜液 喔 有感覺面 有感覺面 喔 就是 戴到三號牙套的時候 他講的幾號牙套 就是 我們的牙套是只有一個 我們三號牙套大概有六個 有不同的高度 不懂的方式去 去磨化我們 去訓練手法 簡單講 雙腳 就變得比較壯 變得比較壯 整整個 整身體的狀態都變做了 變成問題 都 一覺到天亮 七個小時 一覺到天亮 一覺到天亮 七整頭前 都不知道做夢的內容 喔喔喔 做夢的內容 完全都很清晰 那現在是 睡醒還都不知道做什麼 OK OK 那這個大概 他可以把我們牙套的 主要 主要可以改善的症狀 大概論述了一次 齁 那當然今天我們來 我們就 因為我們牙套一開始是為了 睡眠的開始 那我們就來談一些睡眠的 的一些觀念 那 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講到睡眠 障礙都會 都會把他病因歸就在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舌頭往後掉 那當然這個 airway 這個呼吸道就會變窄 變窄 那就阻礙我們的呼吸 簡單的原理是這樣 簡單的原理 那我們認為 還有當然你鼻子過敏 晚上鼻塞 當然你勢必要用口呼吸 用嘴巴呼吸 造成睡眠的一些障礙 也是有關係的 也是有關係的 它是有一個比較 大家比較沒有去 想過 就叫過度換氣 就是過度呼吸 就是hyperventilation 我們的呼吸 因為打呼的 為什麼我會去想到這件事情 因為 我們打呼 那時候可以想像呼吸量很大 呼吸量很大 那為什麼我們後來去 探討量的問題 因為 我是 我在打坐 那我在打坐的時候 那呼吸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可是精神 卻非常好 那時候我對呼吸量 有點奇怪 怎麼吸那麼少精神那麼好 幾年 大概十幾年前就有這個發現 那在研究這些 這些 睡眠障礙的人 我就想到打呼呼吸量那麼大 呼吸量那麼大 然後我又看到一句話 因為那時候我就一直找 有關於身體機能啊 或是生理 也許像 比較屬於像自然醫學那方面 對身體的探討 那我也去找一些 我們大三還留在 愛村 存在那種生理課本 因為有些事情我也忘記了 這樣子 那我看到一句話就寫 氧氣是自由基的最大來源 那時候我心裡跳了一下 因為在我們早期在治療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是缺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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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 我看到氧氣是自由基最大來源 我就突然想說 那我應該來看看氧氣的一些事情 這等一下我會講 所以過度換氣 是我們也是思考的一個因素 那一般現在睡眠治療大概這三種 第一種 比較嚴重就是呼吸器 呼吸器 那當然就是 你塞住了吧 我就把空氣進去 就這麼簡單 可是它有時候 很多人會有副作用 尤其是腸胃道的副作用 過敏的副作用 這樣子 那也有 患者跟我講說 他帶呼吸 整個早上起來胸腔非常刺痛 因為他可能壓力也大 因為有時候會弱氣 呼吸 那個機器會自動加壓 好 那止癌手術就是 這大部分都EMT在做 然後就是把這個 挖開就對了 把那個卵組織燒掉挖開 這個 這個 有時候容易復發的 有時候 有時候 效果也有出來 也有出來 但是它畢竟是一種手術 那再來就是 比較輕 傳統的止癌牙套 那它簡單講就是 它帶上下顎 然後 可以調整 然後 調整 下顎的位置 那它就是把下顎往前拉 也順帶的把舌頭往前拉 那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後面的呼吸道就會比較通常 簡單講 這是 目前 睡眠 的三種治療 那 我當然是屬於止彈腰道 但是我的設計原因 跟這個不一樣 各位想像 如果說我們睡覺的時候 下巴向後道這樣子往前 然後 然後 爛不住 鎖住 因為上下顎都不能動 那我們 那我們 臘腰關節是不是 那個 臘腰關節是不是有可能有問題 那的確我們發覺 的確有很多問題 不過 這也沒辦法 因為 在我們出現之前也只有這個理論 也只有這個理論 那呼吸中止之前 到底發生 我們 一般現在在處理就是 呼吸中止發生了 我們處理後面的事情 可是 我的想法是 那呼吸中止之前 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情 幾乎都是伴隨著打酸 那打酸 它就是過度換氣 那個呼吸量很大 這個有數據的 等一下會看到它的數據 我們先看 那這篇是Nature 2005年的一篇文章 它是探討昆蟲 它的呼吸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呼吸它是 中斷的 它這個中斷式的呼吸 是為了避免氧化的傷害 氧化的毒性 也就是說 早期 昆蟲學家他在看昆蟲 因為他昆蟲晚上睡覺 他會吸一下停一下 吸一下停一下 以前都認為昆蟲是為了避免水分的喪失 那這篇 他認為 他是為了避免氧化傷害 那為什麼會用這篇 因為 這個動作像不像我們的呼吸中止 有點像 有點像 那它是為了避免氧化傷害 那其實這種文章很多 我是大概 拿一些出來 那這個是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的人 他是在探討過度喚氣 跟中蘇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關係 還有一些病理機制 是這樣 中蘇型的老實講 就沒者 一般來講 反正就只能靠呼吸器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他這個也是 在講過度喚氣跟睡眠呼吸中止 的相關的研究 那這種文章真的是非常多 非常多 我們只是大概列舉幾個 這樣子 好 但是我想要做的是 比如說你帶呼吸器 帶呼吸器 你的呼吸 下半輩子就靠他了 而且出國也要帶著他 去哪裡也要帶著他 那我沒有一個患者很特別 就是 一個日本人 一個日本年輕人 大概30出頭歲 然後他帶著呼吸器到 世界各地遊玩 他是日本JR鐵道的那個員工 那因為他知道他有睡眠呼吸障礙 他不想要倒了沒有體力 還沒辦法去旅行 所以他在年輕的時候 拿著呼吸器這樣到處旅行 那他到我們台灣 追入古道的時候 遇到我的患者 遇到我的患者 然後 我的患者跟他 看到那個東西 就跟他講 我們台灣有這個牙套 結果他回到日本 又特別飛一趟台灣 到我的診所去做 那沒想到他 就是說 過了兩個月後 他已經把呼吸器 他那呼吸器已經用了五年以上 竟然就可以不用使用了 不用使用了 那這個我們也有錄下影片 那我們是透過 他為什麼可以把呼吸器丟掉 因為我們恢復他 讓他的呼吸 恢復正常 恢復正常 而不是靠外來的機器 我們是透過護腱的方式 護腱舌頭 等一下 會講到 去糾正我們長期的呼吸失調 恢復到自己 可以正確的呼吸 這是一個最美的範疇 這個他 他是一個 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他來 他來 坐牙套的時候是 是 司機用著 一台大便士載過來 我想哇 這個是誰 那你知道我的助理 年輕人都現在都習慣Google 我是沒這個習慣Google 他原來他是金融界的大王 但是很年輕喔 他很年輕 所以 我們來看看 因為他 他很理性 他很理性 所以他讓他分析 所以他讓他分析 我現在很疲勞 深淵固定說 有非常大少年的時間 或者我經歷的 這是我台北 台北的第二次病毒會 現場都是使用的 那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 呼吸 忠實 在 例如說 例如說 認識你之前是 三十次 三十次以上算重症 以前可以領成長重症 現在好像不行 那 算是重症不一樣 先進重症前 那 OK 那後來 第一位 實在之後他就過 在一種過 所以 所以 用手術 或是 用手術 或是 或是 用手術 跟他 跟他 人生兩者一樣 從解剖 來看 照著 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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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疙瘩 最恐怖 純皮疙瘩 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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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疙瘩 身體 天 射出 我根本手術 身體 從皮疙瘩 嘖 乖 軟肋 血疙瘩 到 血疙瘩 血疙瘩 神 乙 免 摩 雖然說,勇敢善,但是這位,呼吸說,這位才是遲遲 但這位醫生說,他做的也這樣說,蛇不威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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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後說,他沒辦法,最後他說,好吧,你去試試看那個養號 他講的養號是,主要就是他人的養號,就是他人的養號 所以我看上去的養號,我覺得太多 make sense 所以我看上去的養號,我看上去的養號,我覺得太多 make sense 所以我看上去的養號,我看上去的養號 那從普遍上的收音結構上,我覺得非常的 make sense 因為他把我們代表的時候,我會覺得蠻蛇的 所以他給蛇一下,他會說,或是我說,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那再來,我呢,我完全沒有想到什麼機器膜那種東西 那如果存在鞋後才來看,我覺得真的非常的 make sense 所以我老闆覺得,第一次裡面有很多的養號 其實都不威力,蛇不威力,蛇不威力 蛇不威力,蛇不威力 所以有時候,沒有時候跟剛剛這位一樣 我第一天晚上睡覺,睡了我,我都要安心 蛇 那,長期報告是這樣子 我剛剛跟各位說,我原來的 這個,我原來的夫妻收入的HM43次 我就在看了夫妻這遊戲 最好吃的一個Service 那,這個 那,這個 戴的認識這件事,看牙頭的時候 我就說,我再訓兩次,7次 那,其實一般來的工作稍微的一些 其實這樣是相當不錯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啊,這個很簡單的東西啊 有這麼大的效果 是覺得我真的非常的高興 那,我不曉得莫沛型的還有更深奧的道理 還有更大的更深奧的道理 還有更大的更深奧的道理 這三大復健的重點就是 第一個,我們戴著那個牙套壓住舌頭 那,當然就結構上來講 他壓住舌頭之後,他 後面就,舌頭比較不會往後追 然後 白天我們的訓練,因為我們是一種復健嘛 我們告訴患者怎麼去使用他的身體 那,最簡單就是 要訓練舌頭就是舌頭往上頂 就好像人家練氣功一樣 舌頂上二 可是,我們頂是要用力的 要非常用力的 非常用力的 好 那,等一下會有看到一些人的分享 然後 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們希望不要過度呼吸 所以我們希望睡覺是貼著膠帶的 把嘴巴貼起來 我每天睡覺都是貼膠帶睡覺的 那如果剛開始 大家會害怕,就先貼紙的 旁邊有點縫,才不會那麼緊張 那也不用擔心會怎樣 因為 當然太小的小朋友不要啦 有行為能力的人在使用 那 茶廠剛開始貼的時候 你會晚上睡覺睡到一半 你會不自主把它撕掉 因為那時候呼吸量很大,身體會受不了 他自己會撕掉 他自己會撕掉 那當然 我們有一些減量呼吸的訓練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分享 那,很多疾病是來自於錯誤的呼吸 好,為什麼 因為 那 我們現在來看看 那 呼吸這件事情 當然很簡單就是鼻呼吸或口呼吸 那當然是鼻子啦 可是 各位可能都沒想過 事實上我們很多人都是用嘴巴呼吸的 那我一個簡單判斷標準就是 你只要嘴唇微微張開 稍微看到牙齒這樣 就屬於口呼吸了 如果平常的習慣是這樣子 要避免 要避免口呼吸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舌頭往上頂 你嘴巴就閉起來 所以舌頭往上頂不只是訓練你的舌頭 舌頭為什麼那麼重要我們等一下會聊 你把舌頭往上頂,除了訓練舌頭以外 那你自然而然就是用鼻子呼吸的 自然而然就是用鼻子呼吸的 那用鼻子呼吸有什麼好處 基本的生育 我們大概生育科們都會嫌到 我們就不再講 那 那 口呼吸的病病我們找的資料 它跟很多東西有關係 那口呼吸它就是慢性的過渡呼吸 因為呼吸的量變大 然後 鼻子的機能會退化 那整個臉部的肌肉 會鬆弛掉 那容易口臭、蛀臭病 甚至形成爆牙 所以 我們牙科的矯正 醫師看到這種 眉牙往前突的 往前爆的 第一個看內心出現的 的答案就是他用嘴巴呼吸 用嘴巴呼吸 然後 當然呼吸道就會受到影響 你看 異味性皮膚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免疫疾病 跟這個有關係喔 真的 好 那消耗大多問題 還有 那我們的大腦 耗氧量 膠感神經過度活躍 陷入慢性疲勞 當然就是一大多問題 一大多問題 那為什麼要去講 口吸 難道通道而已 通道不一樣 就產生那麼多影響嗎 鼻子只是多了一些溫暖 或是過濾的功能 那會差那麼多嗎 其實是在量的問題 我覺得是在量的問題 除了進去的空氣質不一樣 還有量的問題 多吸還是少吸 那鼻子當然 我們吸進去有空氣 一樣的力道 從鼻子進去 因為口氣比較小 那它的量一定會比較少 那嘴巴口進到一樣的力道 它的量一定會比較多 那房間有多呼吸的方法 可是很少能探討量 我們看的是沒有人在講量的 因為大部分大家都覺得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它可以真的這樣嗎 來我們看看它 它怎麼使用 這是前陣子的患者而已 這是從您開始戴牙套 直到目前為止 然後身體上的一個轉變的情形 好嗎 好 我之前 我就是開始戴牙套以後啊 我會發現說 我有戴牙套的時候 那個 用鼻子 比較會痛 我之前的鼻子 大概都不會痛 就是用嘴巴在那邊吸氣 換氣這樣子 那我試著說 把牙套拿起來 彼此就覺得比較不會痛 然後牙套放進去以後 彼此就比較會痛 因為我之前啊 在那個陌生的環境裡面 的空間啊 會有點有優異恐懼 在這兒 房間還有我 牙套的聲音 還是說 那種空間 是像電腦這樣 那齁 之前的處理方式 就是那種感覺上 的時候 就會想像說 很深呼吸 可是深呼吸的結果 還不是 症狀還不 還不會有改善 那後來就是 試用了牙套以後 發現喔 那個 他們叫做 如果遇到這種體型 就可以試著減量呼吸 那我前兩天在 日月養主 民主的時候 也是睡到半夜期 那種感覺又上來 所以我就試著 去減量呼吸 然後咬牙套 然後四季 結果半個小時以後 症狀就慢慢的時間 又改善 然後就可以又躺下去睡覺 所以我覺得 我的性感很強 我覺得 十條件 OK 所以 你看喔 我們剛才 有一個 蔡先生分享 他也是跟情緒有關係 空間幽閉症 感覺也有關係 大概我們牙套第一年 就有一個患者跟我們反映 他 那個患者大概是四十幾歲 那他從小學 就有空間幽閉恐懼症 他到任何一個空間 他直接就想要把重複檔開 這樣子 結果他 他跟我反映說 空間幽閉恐懼症變好 他問我為什麼 我 我沒辦法去解釋 我那時候沒辦法去解釋 那 透過 就是我們當我們約束過度呼吸 跟一些筋膜的 的關係 的一些 一些學問之後 我們發覺 這些都跟我們的情緒有關係 有跟我們情緒有關係 那這個 這個 我們也來看一下 這是 筋骨痠痛的 各位 放在這裡我們就算看一下 好 有 我們一動 手不知道擺在哪裡 我要睡覺我都開始擔心 我的手要放哪裡 擺到睡著 所以我的睡眠品質不好 每一天都一直在打發牽 嗯 就整個 整個手都痛 連肩膀都痛 反正就把你做工作人員都不敢做 幾乎都是 手 控東西 所以對你心理上幾個事情 會造成很重的 都好像是一種肺癌打字 或是點字 對我來說都已經是很難的 對那一方面 痛苦了 不用一點之久 吃藥也沒有用指控器 對我來說都沒有用 而且每一天都要按摩 要動 推拿 還有去請那個 那個按摩師幫我按 都沒有用 我去那個大醫院 要做一個檢查 那個 幫我檢查的人員 就說 你為什麼要不配合 你就 你就好好的 為什麼叫你放鬆 你沒有辦法 叫你吐氣 你也沒有辦法配合 我今天如果是 我可以 很正常的放輕鬆 很正常的配合你 什麼核子不公正 遲到 所以 我只要該檢查 都檢查 醫生的口感 沒有辦法配合 是因為照起來發現 就是 你有神經 肌肉都沒有什麼印象嗎 對啊 照片沒有印象 然後他們都覺得說 我是精神方面的 精神方面的問題 好像是自我想像的那一座 你也不用看醫生 因為真的很痛 然後 他又跟我這樣講 甚至於找到很多醫生 還有那個什麼教授指的 他也跟我說 你不用再來看我 他們開給我藥 我也很認證 我可能還是沒有用 因為 真的 真的 什麼醫院 什麼醫師 什麼民營都看過 什麼民間療法也都看過 都沒有用 還是真的找到癌 阿姨他先教我的那個 呼吸法 我那天要回去 我就開始在車上 就不會療糖水 民事說 又被痛 就戴左邊 下面的療法 培經房 哎 都改善了 好像有 不會那麼苦 就是算那天 有比較麻 也不會痛 3月5號 才戴了兩三天 我那天竟然可以穿高跟鞋 站了半天天 之前是 常常都會半夜醒來 現在 噢了 就是 如果醒來 我就會想到 林醫師做的呼吸 調醒一下 然後就很快就睡著了 所以 我好像 比以前晚睡 但是 比以前精神更好 我的肩胛痛 不用去想到肩胛痛的時候 欸 你就覺得 你的真的是已經好 但是我覺得 完了 也沒有讓我 覺得很容易 OK 他其實不是 他是 他先生從原理 來讓我看牙周病 我在牙科方面就是 我比較專精的在牙周病 然後 他是陪著他先生來 結果看到我的診所 有這本書拿起來翻 那後來他 經過我的解釋 他就做看看 結果他錄影的時候 我記得是他戴牙套的第五天而已 不到一個禮拜 不到一個禮拜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患者 他真的 效率超高很快 不過老實講 有很多患者也很慢 要三個月以後 甚至半年 那這個時間 我真的 我也診斷不出來 目前我沒辦法 目前很重要 好 那 我們來 看完一些病例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呼吸量的問題 到底怎樣 這個數據 Google就找得到了 那我們一般正常基本所需 我們所需要的空氣是一分鐘 1.25公升 就1250棲 那 像各位這樣坐著 最安靜的時候這樣 大概 4到6公升 4千到6千 4千到6千 像我在講話 大概 安靜一點講 平靜一點講 大概8千 激動一點講 大概 大概1萬 就是10公升 那在運動當然就80到100公升 那打探的人呢 現在 我們來看看打探的人 因為我們現在講 睡眠的過度呼吸的現象 打探的人 大概平常是這樣 他日間就有13到15公升 習慣上 這是平均的統計 他睡覺 你看要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那呼吸量應該很可怕 沒錯 20到22 就是 比如說2萬到2萬了 這是平均喔 跟這個 如果你睡覺應該是基本所需就好了 跟這個比 1.25 你看幾倍 幾倍 幾倍 好那吸那麼多 的確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時候我真的 老實講 我們牙科我已經 我開業20年了 我真的也 我就忘記這些事情 到底怎麼樣 我當然去找了很多 早期的生理課本 什麼的 慢慢找一些書來看 那 我有看到一本書 然後 18章有講到過度呼吸 他看我有一個高中很好的同學 他在成大的神內 當主治醫師 他專長就在這一塊 那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章節 因為我都內科性的一些生理的問題 我都完全沒辦法體會 所以我那陣子 常常跟我那個同學聯絡 我跟他請教一些身體的問題 然後我就問他 這本書你有沒有看過 他說有啊 這本書很重要 然後 我說那十八章你有沒有看過 他說沒有 哈哈哈哈 因為他跳過去 好 跳過去 所以我就有跟他分享這些事情 那 書裡面就有講到說 我們的過度呼吸 基本上急性的過度呼吸 只有百分之一百 甚至不到 那大部分都是慢性的 難以察覺的 三百分之九百 那過度呼吸的症狀 這一大堆 看到這麼多 基本上我們就全身性的 各個不同的系統都有 那些症狀都有 什麼 疲倦啊 或是什麼 也許我們都覺得是缺癢 但事實上不是 他是過度呼吸 甚至自息感 也是過度呼吸 老實講 對我們牙科來講 我怎麼會知道自息感 是過度呼吸的症狀之一 症狀之一 一般自息感 就會吸不到空氣了 怎麼會過度呼吸 可是在我的牙套患者裡面 的確有很多 像有一個美術老師 他已經 他手術八次 他說他一吸氣 整個肺部都是兩個 都是空的 他還是 順免呼吸中止症 而且他每次呼吸 都覺得有自息感 那就是過度呼吸 那看了這些 我才比較 原來很多事情 是過度呼吸造成的 尤其這種感覺的 奇怪的感覺 波索上感啊 什麼空間用力恐懼症啊 什麼廣場的 廣場恐懼症 急急掌握感 很多都跟這個有關係 好 那過度呼吸 到底 有什麼傷害 我剛才跟各位分享說 我看到一句話就是 自由基最大來源是一氣 那我就看看我們平常 身體細胞裡面 大概是 氧氣多還是少 那我就 這是生理課本裡面 大山的生理課本 真的還找到這個數字呢 那一般來講 我們細胞堅持有 35到40毫米狗柱的 氧氣 它都是用壓力來代表 那個氧氣的含量 在功能 就是那種高功能的 器官 比如說心臟跟腎臟 好像甚至會到100 那這個平均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細胞所需要的氧氣 多少 3 甚至立腺型 那在細胞子裡面 事實上在這隻細胞肌 細胞子裡面 氧氣也是35到40毫 它沒有什麼多大差異 沒有多大差異 因為 然後立腺體所需要 它要 利用氧氣來診證FTP的時候 它需要多少 0.5 可是 它周遭的氧氣是35到40毫 所以 假如我們平常是這樣 然後要把它變成缺氧 可能也沒那麼簡單 也沒那麼簡單 那再加上我們剛才看的那個圖片 這個數字 這個真的要缺氧 吸得比這個少 真的很難啊 我有一次 因為會做一些簡單的實驗 那我買了一個運動員在用的穿戴裝置 它會 它會去 增測你的呼吸量 那我就 穿著那個穿戴裝置 然後打坐 我很近很近的時候 還有1800 1.8 所以我要降到這個 根本沒辦法 我沒辦法 可是我的呼吸訓練算做得還不錯 可是我沒辦法到那個量 那當然有關 Fritico的研究很多 那這個 哈利威爾 他是一個生化學家 他得到 醫學學會什麼 中生成這樣 那出本了一本書 牛津大學出版 他的第一章 第一句話寫 氧氣是毒氣 而且氧氣是毒氣 當然不是 氧氣很重要 我現在不是講氧氣不重要 氧氣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它過多 的確會產生一些傷害 那這個 可能是我們一般在臨床上 比較少用到的觀念 那當然有很多 很多文章就會寫 比如說 氧氣 供氧就會能夠增加氧化壓力 然後 然後 產生呼吸道的發揮 我們找了很多 就是看看氧氣對身體的 的一些 傷害 或者是對身體的一些作用 我們找了很多 只是說 提出來 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 新生兒吸存氧 的死亡率比較高 高了30-45% 那輸出高流量的氧氣 會讓急救患者 承受更高的死亡 跟呼吸失調的風險 那吸了存氧 20-30分鐘後 自由氣就會增加 那 比如說 就算吸只有百分之二十八 的氧氣 那我們大概百分之二十 那它只是比我們長吸的多一點 事實上 它的自由氣質也是會比較高的 反正 所有的 其實這種文章非常非常多 那個 可能隨便找到跟我身高一樣的 資料很多 資料很多 我們只是群體得出來 吸太多 有的人他認為 比如說 是傷害比較大 好 傷害比較大 比如說 反正 比如說他們在美國 2005年他就 一個指南指出說 血氧飽度如果高於90-45% 他就不應該輸氧 好 簡單講是這樣 那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我們臨床上 比較常會遇到的 這個老實講 我比較不了解 我只是拿出來 他的 他這些文章的含義 就是告訴我說 不要隨隨便便給太多氧氣 好 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甚至有學者 2008有篇文章他說 只要氧氣過多或不必要 氧氣就會成為人體健康最糟糕的敵人 因此 呼吸時多加一點氧氣絕對不是好注意 呼吸存氧幾乎沒有必要也沒有好處 這是他們的意見 只是說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 好 這個 這個民科聯 他有一些 出了一些書 他也是生化學家 甚至得到英國的 什麼圖書大獎 科普的最高榮譽 他也是講氧氣是有毒的 好 這個書是這樣子 書是這樣子 他們的解釋 就是用自由基來解釋 自由基來解釋 好 像這個BBC的紀錄片 氧氣的氧化傷害 氧氣的氧化傷害 他說我們 能夠身處在20%氧氣的環境當中 然後呼吸這樣的氣體 他講的這樣的氣體就是指氧氣體 靠它為生 真是不可適應 那我常常跟我的助理開玩笑說 我覺得外星人不敢進來 絕對是因為我們有氧氣 哈哈哈哈 是這樣 他就是我們的氧氣會對我們身體造成傷害 我從天內幫我們修飾一樣 那這是他的影片 他一開始 我們因為這有點長 大概看一下吧 牛膝肉 多一會就老一點 在那裡 本來很明細的喔 那這是他的騙癌 一開始 騙癌 比如說我們的老化跟氧化有關係 所以我們來講抗氧化抗老化 這樣放還是 好 這個我們就看 那我們也找到一些 跟幹細胞有關係的 跟氧氣有關係的 那簡單講就是低氧 看幹細胞更有活力 修復力也比較長 簡單講是這樣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再多論述了 那這個也有 那陽明大學跟台北醫學院做的研究 就是在1顆層的氧 跟21顆層的氧 培養幹細胞之後 他的幹細胞的繁殖密度跟牽引能力 都明顯比較 就低氧的比較好 低氧比較好 那我們外科手術也有一些低氧力處理的實驗 就是說 把實驗的動物養在 在一般大氣壓力之下 然後兩三到四個禮拜再動手處 他的術後反應比較好 術後反應比較好 簡單講是這樣 那這些 長壽村幾乎都在高海拔 甚至以某一個村來講 他的人類密度是我們的四百倍以上 這都是八九十歲一百歲的人 這個當然很多學者去做研究 那後來他們認定是氧氣的關係 因為這些人他的海拔在三千六左右 那他的血氧度是八十三 那我們平常是九十七左右 到八十三 那八十三對我們來講 應該是很危險的事情 可是他們過得還不錯 但我不是說我們 我們家庭地真的是沒辦法這樣 但是他們這樣還可以適應 那我們一下子上去那些高山是因為太快了 是因為太快了 沒辦法適應 好了 那這個是美國國家二十年科學研究所的手機研究 他也提出來氧氣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的方法是減量呼吸 那減量呼吸事實上 有一些國家的確他可以實施 而且是有認證的狀況 比如說俄羅斯愛的 因為這個伏地口呼吸法就是俄羅斯的 EU14發明法 大概1950年左右 剛好有一本澳洲醫師寫的書有翻譯成 很中文 叫減量呼吸就有減量的水平 那這也的確 在我的臨床上 我也的確是 告訴病人一定要減量呼吸 減量呼吸可以改善了150種症狀 一大堆就代表存在性能 所以在呼吸上我們是用鼻子來做怎樣的呼吸 那等一下有空我來 再來講呼吸的方法 那除了呼吸以外 我講快點 不好意思這個時間 給我講快點 力量對我們細胞事實上是有影響的 我們不需要改變基因 只需要對細胞外形 施力 就能決定他長成怎樣的組織 甚至是致命的腫瘤 那這個是哈佛大學 這個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提出來的 那這塊他一定是 好像做研究做一二四年了 那 力量對細胞的影響 包括胚胎的發育 基因的轉入 細胞的再程序的話 繁殖啊 成型不管怎樣 發育 器官的形成 疾病的產生 都有關係 這是科學人雜誌2014年的一篇文章 那為什麼講到力量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講筋膜 我只是舉出這些基礎研究 讓各位知道 力量對細胞是影響很大的 不一定是要靠腰物或是什麼化學式的東西 光是這麼物理性的東西 就會對細胞產生影響 那這是新加坡特學做的一個研究 2005年做的 然後 然後 它對細胞 在養細胞的時候 產生周期性的力量 它會長得比較 分佈的比較快 那沒有力量的話 它除了一個比較沒有力量的環境 它比較容易壞死 簡單講是這樣 那 因為我們私利的地方在舌頭 那因為我是牙科 所以我很容易看到舌頭的一些老洞的狀態 比如說 一個 一個歐利上來 他可能舌頭很會亂動 那我們牙科最怕就是舌頭亂動 我們就很難操作 我就會跟他講 阿 阿 阿 他也很認真地跟你說 好 我不動 結果他還是動 那一般這種人 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睡眠比較差 或是筋骨比較差 幾乎有90%都病狗 都會這樣 所以大家從舌頭可以看到一些事情 比如說 容易嗆到的 吞咽有問題的 不太會綁水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 那 我的 我牙套的一些作用機制主要是來自這本書 來自這本書 那這本書是 物理治療師 物理復健師 他們 他們的 一本聖經 一本 Bible 那剛好有翻譯成中 那裡面 有個最重要的系統 就是這個 這個圖讓我可以去解釋一些事情 那這個 這個以前我們在學校學的結果學 並沒有這樣的學位 那它這個屬於筋膜 發學 那這個筋膜它有很多系統 有點像我們針灸的那些路線 那這個 是它從身體裡面解剖出來的 大概從哪裡 它定義這個路線叫生前線 就是frontal line 那它從哪裡 從舌頭 可是它往上 它往上 事實上不是到舌頭而已 它甚至到 逆額關節 到爐底 到腦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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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那橫隔膜 當然心臟一定有爆發 那這邊當然就是 我們的腰部 這邊有那一些 腸胃道 內臟的器官 齁大概都在這裡 那一直跑跑跑跑 因為它是 筋膜血嘛 所以它只留下 肌筋膜系統 然後一直往下往下 看出腳底 所以我看到這一張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戴我的 戴牙套 然後 對舌頭施加壓抑之後 足底筋膜炎會變大 這樣我就要不然去解釋 不然我 我真的是沒辦法去解釋這件事情 還有這張圖 我就叫了解 那 書中對身前線 它覺得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跟呼吸還有總部有信息相關 而且在呼吸的過程當中 穩定胸腔 那當然我就會想到 為什麼穩定胸腔那麼重要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呼吸中止之前的打呼 就是我們呼吸不穩定 胸腔不夠穩定 那這個只要健康的話 他呼吸就會穩定 那就我們的醫療經驗 也的確是這樣 我們戴牙套 打呼有的人馬上降低 但是有 絕大部分要三到六個月 慢慢訓練 慢慢訓練 而且喔 這個地方穩定 會讓表情的肌肉 骨骼系統 更有效率的運作 而且更不容易受傷 它裡面書中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很多周邊的問題 四肢的問題的 關節的問題 或是肌肉的問題 痠痛的問題 是因為他牽出問題 只是這個出問題的時候 我們沒感覺 沒感覺 我就是這樣 他講那句話的時候 我很難體會 可是我就是戴牙套 解決我長期的職業傷害 就是我的左肩的痠痛 戴很高的牙套 才成真效果 所以他講那句話 我一開始沒辦法體會 後來在我身上 我的確看到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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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些結果都知道 就 不再看 他們在 他們的確就是 我把它拿出來 這個大家就代表 有力量之後 他就會互相影響 這當然啦 因為基本的物理學 然後身前線的一些 筋膜上的那些 跟什麼東西 跟循環有關 當然跟心臟啊 有關心 跟呼吸有關心 跟肺臟啊 痠革膜有關心 消化 跟消化性的 好 治癒神經 筋骨肌肉的系統 那我們牙套就是 一個示意組 我們這邊戴著一個牙套 他會壓舌頭 力量往下 他就會沿著跳路 先這樣 下來 下來 好那 這個就是作者 那他這邊講 怎麼治療生前線的手法 那他說 生前線是不滿 容易受傷的部位 而且難以觸及 那因為時間關係 有影片 那他說我們就跳過去 那盡管他在書上裡面 定義他就是 膠原網絡 另外一個影片 就CLUDGE 膠原的網絡 結帝組織的網絡 結帝組織的網絡 結帝組織 那金若穴道 是我自己認知的 這是我自己認知的 這影片我們就不看 那其實這本書他從 受精卵開始 他認為 一個受精卵裡面 他並沒有 我們身體的三道網絡 一個是血液 一個是神經 一個就是 筋膜系統 那在受精卵 一個細胞的狀況下 他只有筋膜系統 因為細胞組 就是屬於筋膜系統 那筋膜系統就是 他會受到力量的影響 他甚至認為 比如說這些骨頭 軟骨 廣泛認為 的定義 它是屬於筋膜系統 那他說 我看到這個 跟我的使用 因為我們認為筋膜系統 就是結帝組織 可是他從 從整個胚胎的發育 他認為這些都有 筋膜系統的特性 那筋膜 筋膜的老實講 筋膜的特性就是 目前我所知道的 就 力量是最好的方法 力量最好的 他解釋一些筋膜系統 有幹細胞 那一些很多細胞 它都屬於免疫 筋膜系統對於免疫的影響 他都把它規列在 筋膜系統的範圍裡面 這變成 就他的定義來講 他書上也講 這是他自己 自己的定義 或是有一些少數人的定義 一般的醫學 可能不做這麼樣的定義 不做這樣的定義 甚至他講到細胞 細胞的層面 他都是用 Claratin fiber 來代表一些 筋膜的走向 細胞膜也跟 就他力量的傳遞 那這些有什麼 品質結構 他書上 這樣子來 闡述 事實上這些 Claratin fiber 對當一細胞的影響 也是有的 他這是一個 一個幹細胞原則筋膜裡面的 fiber 然後運動的狀態 他對免疫有很大的影響 書裡面寫了很多免疫 他也舉了 解剖的 我忘記哪一本書 就是說裡面有談到這方面的事情 談到這方面的事情 但是琢磨很少 琢磨很少 不過 就我的醫療經驗 我的確只是 我沒有靠藥物 只是靠 刺激捨走 他的確 對很多人的免疫 產生很 很正向的幫助 正向的幫助 正向的幫助 好 兼職幹細胞 他認為筋膜結粒組織 就是兼職幹細胞的組織 好 那今天 幹細胞大理 免疫最重要的細胞 他有很多功能 好 他可以分發出很多 很多不同的 組織 然後有收復 有消炎 有抗老的功能 裡面一些細節 我就 我就不再追溯 那 筋膜這種 這個實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他是一個德國人做的實驗 他 2007年 他實驗的數 1100多個 那這比較好玩 就是 他這些人 平均起來 用三種治療方式 一種是針灸 真的針灸 所謂真的針灸 這個就是他針對穴位手法 什麼 就按照 按照 規矩 這是第一個治療方法 第二個 假針灸 就是 他只刺激過皮膚 到真皮 到你的潛力腹 然後 他就不動了 他就不動了 那第三個就是 傳統療法什麼 就是用藥物啊 或是神 就是那些方法 然後 結果 他的結果出現的是 傳統療法 效果最差 真的針灸 假的針灸 效果在統計學上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所以他的結論下一個就是 沒有紮在穴位 只要有刺激 就會有效果 當然 我相信 我們老主動留下來 穴位 尤其那些大穴 一定有他比較好效果的地方 他這樣子比較平衡 不過 他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有刺激 不一定要穴位上 他的確有一些效果 這是他那篇推文 對 那因為有刺激就有效果 除了壓縮的 我還有一個簡單的設計就是 我在下二 做了左右兩邊的牙套 那是分開的 那一次只帶一邊 一次只帶一邊 那各位可以想像 比如說我左邊帶的牙套 帶了一個東西 右邊是空的 那我咬下去的時候 左邊力量很大 右邊力量比較小 這個時候身體會造成很大的立場的差異 利用這個立場的差異 竟然無形中舒緩了很多 比較四肢類的痠痛 嘛 比如說腳抽筋啊 然後什麼 腰痛啊 那這個 只能用經過去解釋 不然我真的是沒辦法解釋 這件事情 那簡單講 就是這樣子 那 行 那 後面這邊只是一些 我常用的三個動作 怎樣 就是 去 去恢復我們身體 我常用這三個動作 這三個動作就是一種內在的運動 我常做的 第一個是舌頭往上頂 我剛才講的舌頂上二 那在身體上二的同時 我會縮肚子 壓縮我腹部的脹氣 也會壓肩膀 我會把肩膀往下壓 這舌頭把 感覺上舌頭把內臟拉起來 然後其他肩膀去往下壓 跟腹部收縮 來壓縮我的內臟 我是這樣來運動我的內臟 簡單的 就這樣 那 睡覺的時候 我們建議是推膠檔 如果擔心 剛開始不是你可以貼紙的 如果比較習慣可以貼 太小 年輕太小就不要 年紀太小 沒有行為能力就不好 那原則上 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不好意思 沾用大家這麼多的時間 謝謝 有什麼要討論的嗎 舌頭上去是整個舌頭 整個舌頭 整個舌頭 面積越大越好 整個舌頭 我的呼吸是不主動吸氣的 我讓呼氣自己進來而已 我沒有吸氣的動作 我沒有吸氣的動作 所以我在做呼吸練習的時候 是這樣 我們觀察呼吸的進出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吐氣了嘛 這個時候進氣了 那在進氣的那段時間 我是舌頭頂上去 肩膀沉下來 肚子縮著 等空氣慢慢的進來 他會自己進來 但是如果不適應的人 覺得空氣量不夠 你可以稍微輕一點點 夠了就停了 讓自己身體適應少量的空氣 然後冷冷冷冷 你會覺得悶了嗎 因為進來時間久 該吐氣了 等到吐氣的時候 你就放鬆 你就觀察自己吐氣 都不要用力 吐吐吐吐 你準備要吸的時候 你也會知道 那就再繼續頂舌頭 壓肩膀 凹肚子 然後等等的 該吐了 你就鬆掉 好 這是我的練習的方法 謝謝 鼻塞的時候 用這樣的觀念 也是蠻不錯的 只是說鼻塞的時候 鼻塞 但是我們的建議就是 你一吸氣 用力吸 因為我們習慣會用力吸 結果鼻黏默就走 這樣就塞走了 那原則上我們就是 一樣用這個觀念 只是說可能 剛開始你要等空氣進來 進不來嘛 進不來 那你受不了的時候 你就嘴巴張開 讓空氣自己吸進來 好 那吸飽了之後 嘴巴閉著 輕輕用力 用那個 我們裡面的空氣 去吐氣的時候 去用那個 吐出來的空氣 去沖鼻子 那可能也沖不過去嘛 你不要太用力 就輕輕的就好 那衝不過去的時候 你實在受不了 你就要用嘴巴 好 那這樣子做個三分鐘 五分鐘 很多人鼻子就開了 好 這我們的病人經驗太多了 所以我確定這樣子有用 好 確定這樣子有用 好 那自己呼吸的方法大概就這樣 那運動的時候 一個原則 不好意思 運動因為 運動可能會過度呼吸 那一個 最簡單的原則就是 嘴巴閉著 用鼻子呼吸去運動 那當你運動 大到 超過你身體負擔的時候 你會受不了 你會想要嘴巴張開 這個時候請你慢下來 調好呼吸再繼續 那經過這樣反覆的訓練 你的體能會比 之前的體能好很多 那我們為什麼確定這件事情 因為 太多患者因為這樣子 騎腳踏車爬山都好很多 那我們也 初中也會有一個 Rachel Federer 網球 之前世界排名第一 現在好像前幾名 我們看他打球的時候 我看第一次他打球 他嘴巴都是閉著的 而且他不太會流汗 他動作很優雅這樣 那你看他現在超過三十五歲了 他還是世界前幾名 那我們就去找資料 還真的有學者研究他的呼吸 那你看他每張相片 嘴巴都是閉著的 所以 那在那麼強烈的 那種世界級的 網球選手都可以閉著嘴巴去運動 我們也一定可以 只是說那個需要訓練 好這樣子 喔那個整套是四萬 四萬 他是一套 他是一套 來 來 我也是來問問請問一下 因為像 他在那種 激氧呼吸的方法 有沒有一些 不適用的人 因為我本身也是長期過敏的 因為真的是躺的 鼻子一定會塞 是是是 那我也試著一直想要 用鼻子來呼吸 但是可能就真的需要 花很多時間 或側腸什麼 直接想要慢慢的通出來 這樣子 不是 做一個不能適用的一個狀態 第二個就是說 這樣的理論會不會跟我們 現在目前的醫學院 用的像高壓癢的治療 會不會衝突 因為你剛剛在想說 我們在高壓癢的治療 跟我們這種低癢的一個理 原理好像不太 就是會有點衝突到 不然 你醫師這部分怎麼解釋這樣 OK 不適用的 我的患者 我倒是還沒 還沒遇過 那我大概從數據上 我是就 因為很明顯 像比如說我們剛才講 1250cc的空氣 每分鐘是我們基本所需 那我們也有去找 就算你激烈運動 最多的所需的空氣 也只要兩倍就夠了 但是我們身體 沒辦法做那麼 那麼精密的控制 所以我們會大量呼吸 這時候就過度 過度的演化 在我的認知裡面 的確我的患者 我去做這樣的治療 建議他們這樣的呼吸方式 我還沒有遇過說 只有剛開始不習慣 那後面有什麼後遺症不好的 在一千多個 接近兩千個裡面 我倒是還沒遇過 那高壓癢這一塊 因為我們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老實講我一開始的資料 我一開始的氧氣 那個牙套不叫無氧 我叫養氧氣 我也想要多一點氧氣 我的觀念也是這樣 那我們也找了很多資料 可是我們也 有關高壓癢的 我們看到它傷害的資料 也不少 也不少 那這一塊 高壓我想它有它的作用之外 只是我 老實講我比較不瞭解 但是我知道它對一些急性的 比如說 好像一氧化斷中毒 或者是一些 感染方的控制 有很大的作用 那至於 慢性身體的調整 我覺得高壓癢 就值得思考 是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研究很多 不好意思 那還有想要討論嗎 沒有 我只是想要問說 那個 李醫師 等一下 可以拿給你簽名 哈哈哈 可以 可以 謝謝你 謝謝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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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謝醫師在喔 剛剛走掉了 我們壓力科的謝醫師 剛剛離開 請他 請他講一下 我是有使用過啦 我是 我只戴到第二版 我戴第三版 那個很高 我就 常常戴不住 但是我不夠 我不夠用心 我不夠 我戴兩版 因為我那時候 有一些 足體筋膜炎的症狀 它有時候 有時候會繞著 然後 每次睡在我太太旁邊 那就會說 我一直 嘴巴不不叫 就是打嗚啦 然後 我是覺得 用了以後 的確是 是 是有 有改善 那我們 我剛講 有一個同事 也經過我的介紹 也做了 做了這個 他用到第三版 他自己覺得 他的那個 筋膜的 痛的 這個程度有改善很多 那晚上睡覺的 那個品質也改善 所以 他就 本來 本來家裡有一些問題 他也覺得說 在戴過牙堂的時候 整個人 神清氣爽之後 家庭裡面的這個關係 也得到改善 所以 其實 我們臨院長 非常有野心 他要做一個那個 側門治療 疑難雜症的那個中心 所以 他 一直在規劃 他這個牙套 要怎麼繼續發展下去 這個要跟很多專科的意思 對 我自己沒辦法 我們希望說 我們實際大器人 可以來設一個 睡眠中心 我們不要說 這個當然不是唯一的 但是睡眠是很多人 有這個困擾 聽說不賺錢 聽說不賺錢 對 還是講還講 反正是錢的問題 做一個四萬五真的是 這個 如果說真的可以換來 這個健康的確是 應該是值得 比你 他是一個復健的東西 他不是吃藥 他對於你的那個 長期的傷害性 是幾乎沒有的 所以 聽起來好像 蠻貴的 算一算 其實 是蠻值得 像我們有些 肌産高的病人說要避孕 每個月吃避孕藥 一百五百塊 算一算 十年下來 也長出這個錢了 所以 這個 這個也要套 我們當然如果說 是我們同仁要做 我們當然可以爭取一個 有請教 這沒問題 這沒問題 不過 的確 因為最近 我有跟大陸的一些 醫療的聯絡 還有一些事情